大家好,歡迎回到《芒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5月8日星期六的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還有澳洲熊仔餅真bc 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馬來西亞的全能戰士大馬尚馬來勤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沙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讚 今節回來講這一宗的法庭《芒新聞》都挺搞笑的 終於有一個曾經找過612幫手的人 他後來可能說612他們那個態度不好 是不是因為我免費,對我態度那麼差 連那些尊嚴都不給我,給我一張尊嚴都要 後來就cut了他,放棄了612那邊的幫手 說自己來,我就是法庭的自貶 他自貶的時候,也都在法庭講一些話 法官都說,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或者你說的那些話,我都不是會好處理的了 因為法庭不是來處理政治的問題 這傢伙就是前大學的一些教授來的 相當好笑的,這傢伙相當之瘋了 他講明了,是前大學教授,現在就沒有工作了 他當時就在去年的5月24號 很多人在那個叫港島遊行,就說抗議國歌法和國安法 這傢伙是50多歲的前山頭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 他在馬路舉這個五一手勢和高夫這個五大訴求 你看這些黃梅這樣說,你其實以為好像很少東西而已 怎樣怎樣怎樣,這樣都要判監 因為判監三個月,我們說一下究竟他們發生什麼事 這個人發生什麼事,還有法官對這個人究竟怎樣說 好,那就講一下,主任裁判官羅官就判刑的時候 講了一句,非常之重判 說他坐牢是絕對合適的,是相當恰當的 為什麼呢?因為當日集結的人裡面有人破壞,也有人BBQ 人群的情緒已經非常高漲了 被告在一個這麼惡劣的環境下,進一步推動其他人的情緒 結果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所以就判了三個月 這傢伙都成五十幾歐了,還是不化的,不鬆化 散庭的時候,還繼續向他到場聽他的旁聽人士 多謝,多謝支持 雖然他不是說有什麼暴力行為還是怎樣的 但是他自己也承認了一行在公眾地方作出 擾亂秩序行為的罪名,這個叫郭偉民 他當時求情很搞笑的,我們之前在節目都提過 他其中一個,理由是什麼呢? 說自己捐過三十幾次血,很熱心參與這個公益事務 說自己一直奉公守法,什麼尊重人的法治,什麼真法治 說自己因為見到社會有很多不公義的東西 他這樣做只不過是爭取公義,為了公義發聲而已 他當時更過癮的是什麼呢?他有一封信給法官 就說自己為什麼要舉這些手勢 不過法官說我不是很想理解為什麼這個行為 其實法官最重要是看到你當時這樣的環境底下 只會令到當時的那些人的情緒更加高 可能更加嚴重,整個社會破壞那方面 他還在講求情信裡,又繼續講一下自己是什麼呢? 就先講了一點點,就說自己支持法治 也都說沒有跟這些BBQ或者破壞有關 只是說我叫口號,叫一下口號都不行 大裁判官說你重複了這些口號三次 你本身也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是你會引起到其他人的回應 強調公眾秩序即是這個叫做公眾安全 法庭不能夠忽視這個人對公眾安全的嚴重性 還有,再者當時警方不是沒有給這個機會的 是有叫過他離開,只不過他拒絕還繼續這樣叫口號 較早前這傢伙等候判刑的時候被拒押 當時都一臉亡言 不是吧?判我罪省? 叫口號而已 好了,他拒押的時候都不是什麼都沒有做的 都挺忙的,要見一下感法官 要索取一些不同的報告 甚至乎精神報告都要看這些人是否短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給一些人 他們在大學教書或者這樣那樣就蒙蔽到 覺得他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是為人私表正正常常的 有一個很標誌性的人物,社運圈裡面實知的 就是之前在嶺南大學教過書的陳雲根 又名香港國師 竟然有些人經常說香港有什麼大龐金刺鳥的庇佑 金色的金,金色刺旁的鳥 大龐金刺鳥,保佑香港 又說經常有什麼作法,幫香港祈福 你說為什麼香港最近這麼亂呢? 因為沒有我幫香港作法,黃天擊殺 這些是不是不應該在這裡教書呢? 但是你沒有想像到這麼瘋狂的人 剛才說什麼作法,黃天擊殺 竟然他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有些學生真的很崇拜他的 是啊,因為我認識有幾個當時在嶺南 他說真的有接受,就是陳雲根是他的老師 我說,那你覺得他講話怎麼樣? 他說,他覺得他講話都挺厲害的 他有些政治主張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他說他因為知道 覺得這傢伙特別厲害的,就是教書的 我說,不是吧?那傢伙真的會幫你作法了 因此這些教書先生,真的要絕跡在教育界 是為我慎心的,這是很重要的事 說回裁判官怎麼說呢? 他那個感化報告,究竟他鬆不鬆化呢?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不鬆化的 因為這麼老,這麼瘋呢? 五十多歲,過了半百,這麼瘋呢? 一定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影響了他的 那法官就說,他自己因為不滿意某些事情才會出來犯案的 即是覺得社會不公義,為什麼應該沒得混,什麼都好 很多不同的事情,很多事情的人生不如意 就會將它歸咎於香港政府,或者社會的錯,還是怎樣的 為什麼《洞房日報》這麼好賣呢? 或者這麼多人看呢? 他會覺得,咦?終於找到一個宣洩的位置了 為什麼?等於陶傑任何中國發生了不好的事呢? 或者有些人的行為上,他一定用小龍DNA 他全部東西都歸咎於小龍DNA那裡,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很多人就將所有的問題,歸咎於香港政府 這樣就OK的了,不是我的錯,香港政府的錯 好了,那法官繼續說,形容這個人是被充分了奉公守法的意識 因為他經常都強調自己是支持法治 但是你正在做的事是違反法治的 你一邊違反法治,一邊說自己是奉公守法 那群網友都很流行的,為什麼你不奉公守法呢? 你有沒有看制度的暴力呢? 神經病的 那裁判官都說他,這個人受過高等教育 你已經50歲了,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了 但是,這樣的人都會在情緒高漲底下充分頭腦的 可以見到,如果當時這麼多人一起都情緒失控的話 那後果是多可怕的,即時的意思是什麼? 你50多歲都這麼short了,那些年輕人又怎麼樣? 還有兩樣的字在背後,不化 不鬆化,珍比斯可能要在浪費冷氣那裏 不X不鬆化這些 你真的這些人,幾十歲人都不什麼化的 真的不是說笑的 真的呢?他現在進去坐,坐完之後呢 其實可能他更加激進的 覺得社會欠X了他 所以為什麼裁判官說呢? 判許坐監是絕對恰當的 這個監禁期四個月為兩刑起點 今天扣減他刑罪,刑期扣了三分之一 比例上呢?因為四個月,扣三分之一 就是around一個月 現在就變成最終要坐三個月了 坐完這三個月的監 我想他的人生一定更加精彩,更加豐盛 能不能夠再去教任何的 難一點了 這個真的很難 還要因為這樣的事 會更加偏激的,你看得到戴耀廷也是 戴耀廷是不出聲的偏激 更加突然害怕 因為起碼你瘋起來那些說 我是有仇必記啊 起碼我知道你在記我的仇先 無聲狗就咬死人嘛,這句話 繼續說回來,即使612都幫不了你 不要說到612幫了很多人 612他都有支援過這傢伙 到最後又如何呢? 不歡而散,散完之後 倉底見,不是煲底,倉底見 去監倉那裡見 他不單止叫口號和舉五一 還有用一些恐嚇性、辱罵性、侮辱性的言辭 還有派單張展示一些有延遲的民稿 來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最後都有講過自己 求情的時候講過一個叫做理想 他自己是偏向這個叫做理想主義 有機會都可以講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叫做一種的理想主義者 還是怎樣都可以研究一下 理想主義和癡善應該是兩件事 很明顯他已經是傻傻的 他是理想癡善主義者 由此可見 他也是真博士來的 他在大學教這個叫做批判思考和哲學的 很明顯他現在沒有什麼批判思考 如果你說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你沒理由這麼瘋狂的 這個人的理想主義應該是 就算我這麼瘋狂的 法律都會容許我判我無罪的 就是他想得多麼理想呢 就算去到這個理想主義者 想當年的柏拉圖和阿里士多德 就算去到阿里士多德那個年代 他都深信可能會有一種叫做幸福島 去到一個幸福島裡面 大家好像很和平共處 不需要想那些什麼財產 也都甚至乎補了那些家庭的概念 其實他們那種有一種就是成幫 成幫的感覺就是在那裡 那種成幫保護主義 其實就是他們這種主義者 理想主義者的其中一種概念 當然那個陳雲根 他那時候也講過什麼香港成幫論 當然他是扭曲了這種柏拉圖 最本身一開始那種的說法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深度一些 去探究一下 他們這種變質理想主義者 還是理想變質瘋狂主義者 都挺值得一起聊聊聊聊聊的 好嗎?我們這次不如暫時到這裡 那麼恭喜他 人生可以更精彩 不單止教書 現在坐出來之後 你可以全程投入做這個叫抗爭者 也都再回帶講一次了 所謂的什麼抗議國歌法 甚至乎這個叫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現在通過了 其實基本上一般的市民 都是無需擔心這兩樣的法例的 因為你不唱歌歌基本上沒有問題的 你不違反 其實港區國安法的四大樣東西 你要違反它 也有些過程 可能比你亂過馬路 那個機會率是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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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弄一些什麼文宣 有些什麼煽動性 有些什麼要聯絡外國 去勾結外國勢力 那些什麼 你要花很多唇舌 起碼你都會發電郵 打個英文 打一篇英文 你這些很花功夫 你去連拋垃圾都可能更容易 你國歌法根本上你不唱 根本上你不參與 是零的 我不知為什麼這個人瘋得 為了覺得這個法例是不公義的 我出來要反對這件事的 然後現在搞到自己要入去坐牢 我真的不懂怎麼去批評 或者各位網友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這個人怎麼看 612的失敗者 這就一個實例了 到最後只不過是那幫律師 就叫做代代平安而已 這次我們先來這段 多謝大家 拜拜